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一周前 印度总理亲自为寄予厚望的全新高铁剪彩通车 可短短一周后 列车就出事了 据印度媒体10月7日报道 印度国产第二代半高铁列车 6日在运行中与多头牛相撞 发动机前不受损 10月7日 列车又与一头奶牛相撞 车头再度受损 尽管受损并不严重 也没有人员伤亡 但仍给其所象征的印度制造 泼了盆凉水 最让人想不到的是 印度人把被撞的高铁拖回工厂 连夜用胶带直接把车头给修好了 这种操作手法让人看得目瞪口呆 就这样 印度的首条半产品高铁 又一次毫无例外地成为了基建笑话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列高铁和一头水牛是如何演绎出印度基建的奇葩故事 1.莫迪亲自坐在车头驾驶室 印度人兴奋高铁时速高达180公里 在南亚遥遥领先 这条从孟买出发的新高铁被印度总理寄予厚望 这将是印度铁路的荣光时刻 印度总理不但亲自出席通车仪式 为这条高铁线路剪彩 还骄傲地坐在车头驾驶室 铁路官员向国际媒体炫耀式地介绍了 这列印度自产的全新高铁 我们采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打造这列高铁 在上面 乘客可以使用无线网络 高铁座椅完全可以自由调节 还拥有高档空调和空气过滤系统 后期我们将增加沃普车厢 有媒体在现场询问高铁速度如何 印度官员显得更加自豪 在此前的试运行中 这列国产高铁的最高时速已经达到180公里 是现在许多印度火车时速的两倍以上 在印度的社交平台和各大网站上 印度网友更加激动 不利用夸张的语言来形容这次国产新高铁通车 认为完全是对邻国的碾压 很显然 时速180公里的高铁 不仅在南亚 在整个亚洲 都将凸显出印度交通的强大实力 我相信 这样的高铁在印度周边 都不可能有对手能够匹敌 我们的邻国也在发展高铁 但我怀疑他们能否追得上我们的高铁步伐 这才是真正的实力碾压 这样的高铁才配得上印度的世界大国地位 印度媒体在网上用了一个标题 很能代表他们的心态 梦买新高铁出发 让印度的对手们感到心慌 印度人为什么急于鼓吹这次新高铁通车 在于他们实在太急迫拥有一条高铁线路 长期以来 印度作用亚洲最早和最大的铁路系统 铁路穿行于闹市与居民区 很少有必要的隔离措施 但是 当其他国家的高铁系统日真完善时 印度的铁路系统却只能以低速 低效和安全事故频发屡屡登上新闻 对于旨在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的印度而言 更新铁路系统是打破外界对其固有成见的刚需 也是发展印度制造 推动交通换代的契机 2014年9月 印度总理莫迪推出印度制造战略 铁路位列25项优先发展产业之一 2015年 印度与日本敲定了印度首条高铁的时间表 计划第二年建成 然而 高铁拥有严格的划分标准与配套设施 印度老旧的铁路系统难以承载 必须新建 但仅征地等问题就足以让日本的投资血本无归 迫不得已 印度将目光投向现有的铁路系统 希望通过有限的升级让其接近高铁水准 于是 颇具印度特色的半高铁于2019年正式出炉 一方面 半高铁稳定时速可达130公里以上 较印度铁路系统55公里的平均时速有巨大提升 通行效率和车厢设施都有不小提高 另一方面 半高铁仍行驶在原有的轨道 受制于整体系统的技术和管理水平 列车晚点 设备故障和交通事故依然频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印度国产第二代半高铁的遭遇 真可谓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印度真正意义上的首条高铁 由日本原建的已经修了整整6年 才修了10公里 没办法 印度人只好把这条半成品高铁 当作辉煌交通实力的象征 二 尴尬 通车才一周 印度国产新高铁 就被一头水牛撞坏车头 但是就在印度媒体和网友 还在为新高铁沸腾叫好的时候 一件尴尬的事情却发生了 一头水牛冲上了高铁轨道 直接与这列新高铁相撞 从事故画面来看 高铁车头被撞出了一个大洞 基本上是被撞了个稀巴烂 最离谱的是 这次事故暴露出这条印度高铁线路 和国产新高铁 完全是个半成品 存在许多严重缺陷 整条高铁线路上 没有预警监控系统 没有完全封闭运行 甚至有周围村民 可以直接横穿高铁线路 这次事故 就是因为附近村民赶着水牛 想横穿高铁线到对面去 结果水牛行动缓慢 造成相撞 踩通车一周的国产新高铁 在技术上同样缺乏实时报警系统 在水牛冲上轨道之后 缺乏必要的紧急应对措施 实际上从严格意义来说 时速180公里 算不上高铁 而且在实际运行中 印度这列全新高铁 只有120公里到150公里的时速 在我们这边 完全只能算是普通列车 但印度人却不管这么多 纷纷宣称印度已经拥有 技术领先的高铁技术 碾亚南亚 领跑亚洲 这次水牛把财通车 不到一周的高铁车头 撞得稀巴烂 算是狠狠打了印度人一巴掌 事实上 这不是印度列车第一次撞牛 另一辆 这印度一号半高铁运行的第一天 就撞上了牛群 导致最后一节车厢通信设备瘫痪 第二天又因不明原因 导致车厢冒烟 乘客出逃 第三天开始停运整顿 此后在运营过程中 车厢的豪华设备被乘客偷走 包括液晶显示屏 耳机 甚至是真皮沙发也被拆走了 奇葩的是 印度铁道部长竟然表示 这种羽牛相撞的事故 是不可避免的 但 这辆火车经过深思熟虑的设计 兼顾耐用 如果发生事故 它可以立即修复 致敬印度二号列车的遭遇 实际上反映了印度制造 目前的尴尬处境 相较于莫迪政府执政之初 印度制造的确在进步 但这种进步受到太多来自印度国内的制肘 更不足以支撑印度取代中国制造的野心 一方面 2021到2022财年 印度制造业占GDP的比例 已经上升至16.76% 超过疫情之前水平 同期 印度制造业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达213.4亿美元 同比上涨76% 另一方面 印度2021年启动的1.3万亿美元的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迄今已有一半被迫延迟 其中不少项目已严重超支 究其原因 与印度对外资 尤其是中资肆意迫害 与取于夺的态度密切相关 10月1日 印度总理莫迪在第六届印度移动大会上 宣布正式启动印度的5G移动服务 与此同时 在当地布局良久的中国两大电信设备供应商 华为与中兴 也基本告别了印度市场 据金融时报数据 2009年 华为在印度市场营业额为26.16亿美元 占其当年营收总额的12% 仅次于中国市场 但到了2020年 华为在印度市场的营收额降至仅约3亿美元 而华为在全球市场的营收总额已达8914亿美元 与此有相似遭遇的还有美国汽车巨头福特 1995年福特公司进军印度市场 意欲抢夺先机 但今年第二季度 福特被迫将生产线停工 将工厂转卖给本土工业巨头塔塔集团 完全撤离印度 福特苦心经营近30年 最终落得亏损20多亿美元 完全撤离的结果 绝不是单方面的经营问题能够解释的 三 印度人的天才想法 加班加点用胶带把高铁车头给修好了 但是如果到此为止 还不足以掀起整个闹剧的高潮 最让人笑喷的画面在下面 为了让全国上下都非常自豪的新高铁 尽快重新上路 印度铁路工人居然想出了 在车头用胶带修复车头的天才想法 负责维护高铁的印度官员对此非常自豪 我们一接到任务 就加班加点 采用胶带修复的方式 仅仅用了一个晚上 就修复了损毁严重的高铁车头 四 国内网友调侃 印度人的高铁梦被一头水牛给毁掉了 我还以为是恶搞新闻 结果居然是真的 不得不说 印度新闻是我每天的快乐源泉 为什么我看车头像是焦合板缝制的 印度火车的质量总是让人意想不到 我只能说 在不靠谱这个事情上 印度人从来都是靠谱的 最高时速180公里 怎么感觉被印度人吹成了全世界速度最快的高铁 不得不说 印度人真的是一代鬼才 真用交代年啊 印度人果然有全世界都想象不到的奇葩能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这下期观看 这下期观看 我 感谢观看